很多人認為說 我從來都沒有跟股東說一聲對不起 今天我相信絕大多數 我們今天在場的員工 也都是我們的股東 我也跟大家說一聲對不起 首度公開向股東致歉 副邦董事長猜明中 輕便棒球莊出席卸年會 看著底下1.8萬名員工 談起防疫險風暴 百感交集 展望2023年 我們要還是謹記 總裁過去念之在之 所交代的風險控管 我們已經學了全台灣企業界 風險控管失靈 最嚴重的一刻 最大的一刻 寶貴一刻很沉重 代價是慘虧733億 但富邦金2023表現依舊亮眼 連續14年蟬聯金控美股獲利王 睽違三年時間也再度舉辦謝年會 豪灑總獎金超過1580萬 大董蔡明中很豪氣 人氣之旺讓員工超級興奮 不過就怕基層人員流失富邦產險 強調今年仍有年終 至於國泰金控則喊出平均6個月 最高上看10個月 國泰產平均也有3個月 防疫險這個理賠的一個部分的一個損失 加上股市行情沒有特別好的一個情況下 衝擊到整個這個從業人員的這個平均年中的一個基數 在年後我們也看到在這個金控這邊 特別像一些他們相關的這個受險 這個保險的這個人員的這個職缺 這邊有釋出比較多的一個工作機會 挺過防疫險風波產險業挑戰一波波 展望2023升息地緣政治通膨壓力依舊存在 大環境動蕩企業必須留住人才才能延續命脈 環宇新聞裝品達成品真 台北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使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並開啟小鈴鐺